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谭薇薇 欢迎薇薇姐 来 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来 薇薇姐坐 我们要调试一下这个机位 来 薇姐 翠坐一下 双双 你好 你好 薇薇姐好 其实我有点激动 因为我真的我认识薇薇姐是在我大二的时候 幸好不是说你在高中的时候 那不会 我在大二的时候认识到薇薇姐 当然也是参加了一些其他的节目 因为我当时也是在四川上学 正好薇薇姐也是四川人 所以薇薇姐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 先用自己的家乡话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谭薇薇 人北演北沙布品尝修复系列收复大事 很高兴来到人北演 甜猫官方直播间 但是我觉得应该用四川 普通话来说 那谭薇薇可以再用普通话 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大家好 我是谭薇薇 润百炎白沙布屏障修复系列 守护大使 很高兴来到润百炎天猫官方直播间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薇薇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知道薇薇姐刚才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评论 有一个人说救命 他说好美 谢谢你说的是实话 非常欢迎薇薇姐来到直播间 因为我们知道薇薇姐是一个非常实力派的歌手 确实因为看到不同的节目 你会发现薇薇姐的唱歌的力量 包括其实四川人性格当中 就那种坚韧强韧的那种 包括刚才跟薇薇姐在之前沟通过 就是这种非常潇洒的性格 其实也体现出了一种 我们能看得到的这样一个韧性 你知道薇薇姐其实我第一次 就是特别想深度的了解你的时候 是一首歌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提 不能提我也提了 就是《石头在歌唱》 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手机当中 因为听歌我可能经常换 但这首歌从来没有换过 就是我刚刚是唱的 就当薇薇姐唱出这个声音的时候 包括其实这个感觉 就是你行驶在公路上 或者在你下班的路上 当你出现一天 觉得心情特别不愉悦疲惫的时候 听一听薇薇姐的歌 我觉得带给你非常大的力量 感觉很坚韧 对 很坚韧 那其实薇薇姐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 那不管是我们之前了解到的 《我是歌手》 这样的一些舞台的表现 《乌兰巴克的演》 对吧 那个歌唱的 我当时眼泪哗哗流在电视机前 真情实 对 真的是 真的是 然后还有就是在春晚的舞台上 这个话音老腔一声喊 还有刚刚结束的浪姐三 对 那段表演真的是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不一样更多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因为女性的给人的感觉 包括心灵姐 你会感觉到就是比较小巧 但是我觉得在薇薇姐的带领下 我觉得心灵姐的那种唱腔的感觉 也发生了改变 那感觉是一种强韧或者一种坚韧 对 其实我心灵 说死的话也可以 他看起来是娇小 但是内心有很强大的力量 这个我说实话 他在舞台上就很直接的就体现出来了 是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强韧 是需要互相激发的 这也是一种强强联合 那也创造出了一种神级的舞台 那所以说薇薇姐其实不仅是歌手 她也是演员 同时也是话剧的演员 等等这些 她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带给大家 那同时她今天也是我们润百炎 白沙部系列的守护大使 那所以薇薇姐在你的心目当中 润百炎是一个怎么样的品牌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润百炎 是我的化妆师朋友推进的 然后说是国货之光 是 非常棒 然后平时我也经常飞 然后就觉得这个刺抛 刺抛的产品 这个包装非常的方便 对 效果也很好 就是经常带在身边 后来我也去做了很多功课 才发现润百炎有很强大的研发团队 对的 也一直在致力于玻尿酸科技的研发 是的 我喜欢专业 对 因为我觉得做任何不管做音乐 还是做一个品牌 必须要扎根在土壤里 对的 更谦卑的去面对自己的消费者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听众 是 我觉得一定要这种创新 而且是研发的更精神 是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除了很喜欢润百炎的产品 我对润百炎的品牌精神也很认同 是 和润百炎这次的接触下来 我发现润百炎对玻尿酸护肤科技 一直都保持着专注和它的热爱 是一个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护肤体验 不断韧性生长的品牌 是 你看维维姐她提到韧性生长的时候 那个感觉出来了 那其实每个品牌也好 包括您唱的歌曲也好 包括您自己也好 其实我们在表现的时候 都要传递一种情绪 我们刚才所说的热爱和专注 还有韧性 其实跟我们品牌所要传递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也是不模而合的 因为大家刚才维维姐提到了玻尿酸 提到了华西生物润百炎这样的品牌 我们在想到华西生物润百炎的时候 就会想到玻尿酸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之前跟维维姐说 她可能去做了一些这个 但在直播间不能说 当然它里面也会有含有这样的玻尿酸的原料 其实对于华西生物来说 它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原料 玻尿酸这部分 当然我们的这个最更先进的 这样的一些玻尿酸原料的技术 会用到润百炎的品牌当中 我们也叫做应非质配玻尿酸 智慧的质 就它可以帮我们智慧的来调节我们的肌肤 那它用到的是我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玻尿酸的形态 它也一改我们对于玻尿酸的感受就是 它只能保湿 但它还可以做到的是帮助我们修护你的肌肤 有的我们的小分子玻尿酸 还能帮助我们 去做到这样的一些肌肤的修护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所以而且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的成分 比如说你想修护 我们可能用到一些修护的成分 比如说你想让肌肤更加亮 我们可能用到一些亮肤的成分等等 结合到我们的玻尿酸 带给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护肤的一些更新的体验 那今天呢 维维姐做和我们润白岩欢聚日的直播间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 实力的个人和实力的品牌 修护这样的品牌一个强强的联合 那我们希望今天带给大家 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修护的体验 对 那个维维姐可能经常唱歌 然后就是对 话筒就没感觉 没有这样这样拉麦 对拉麦 离得比较远这种感觉 是的 我跟你说如果昨天我说 维维姐能不能在直播间唱首歌 他就可能得报备 那我们今天就不在直播间展现这些歌了 所以说今天维维姐到来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 实力守护肌肤的一些方法 因为他也会经常出差等等这些 我们之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些 那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些权益 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会有几个产品给大家带来 一个是我们的刺抛 一个是我们的面膜 还有就是我们的面霜的产品 也摆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因为维维姐也会都在用我们的刺抛产品 那这个产品在我们的直播间是379块钱 45支 45支 我们买30支会再送15支 如果你备注直播两个字 维维姐来到直播间 我告诉你们 再给你们送玻尿酸纸巾 维维姐你用玻尿酸纸巾 还有玻尿酸 树真的是那个 见识太短线了 还有玻尿酸纸巾 是的 还有玻尿酸的纸巾 可以打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维维姐可以抽一张 感受一下这个玻尿酸纸巾的 哎呀 不会弄破了 对 柔韧性感受 你可以改 哎妈呀 拆了 你感觉有点浪费了 嗯 跟旁边吧 我带回家吧 不浪费 送 不能带 送回 然后你会感觉到 它也会有韧性 它不是一扯就会掉的 嗯 你会感觉到哈 所以也比较柔软一些 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我们的面膜 百纱不刺抛的面膜 那这个面膜在我们的直播间是 拍15片送10片 啊 也就是说得到了5盒 25片装 哇 对 都是维维姐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送出的 这样的一些福利带给大家 那备注直播再给面霜小样 大客 喂 我打个电话 朋友赶紧下单了啊 对 赶紧下单 不是赶紧我自己 您自己按下单 外边的工作人员买起来 啊 这是279块钱 到手25片装啊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白纱布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真的就是 我在用 对 在秋冬季节修复非常好哈 一盒是60克 你拍一盒 今天如果你备注直播 维维姐再给大家32克 拍60克给32克 得到92克 一共是拍一盒相当于再给你半盒多的量啊 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的粉丝 来得到我们今天的产品 当然 今天我们会 维维姐会带给大家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抽奖之外 还会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福利之外 还会她等等亲笔签名照 还有一万份的这样的一些奖品 太好了 对 我都觉得 哎呀 我真的是我第一次直播 说实话我还有点紧张 真的第一次吗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不像第一次 你知道我也合作过很多就是明星啊 直播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紧张 维维姐今天第一次到我们直播间 没有紧张过 感觉玩嗨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自来嗨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适合直播 好 赶紧下单 我也模仿一下 是 那么今天维维姐呢 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惊喜 那除了这些 其实也很跟维维姐来聊一聊 她最近的一些近况 包括您的工作 大家分享一下 我听说有一个音乐剧 因为我真的是 因为浪姐刚刚一结束 我记得8月1号吧 我们的总决赛结束 8月4号我就进入了那个音乐剧绽放的剧作 说实话 这个音乐剧真的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排练 然后到演出 我觉得给了我一次 我觉得不夸张 应该是精神上的吸力 因为这个音乐剧讲的是我们的张桂敏老师 对 以前我是在很多报道新闻上看到过张桂敏老师的事迹 然后我们因为要演她 所以说又去到了她 她所在的华平线 然后近距离跟她接触 然后了解到她的 我觉得是闪光的一生 我是觉得受益匪浅 她的生命中带有的那种力量 那种任性 那种坚韧 真的很恐吓我 然后我是觉得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角色 她又当老师 又当妈妈 又当校长 然后把那么多的女孩子从山区里面 把她们怎么说呢 解放出来 是让她们上大学 对让她们有知识 让她们可以走出大山 然后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她太伟大了 然后我经常说 我说在演这个音乐剧的时候 大幕一拉开 灯光一亮 我就觉得像是对张老师的一次致敬 这个感觉真的太好了 就是首先您自己本身是享受舞台的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角色背景来加持 让您感觉到这是一个 她就是我 我就是她 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相信在您未来的这种歌唱的事业上 包括演艺的事业上 也会带给您一种这种坚韧的精神 在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 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报道 也去了解过 那其实她是十多年来 她在这个滇西的这样的一些深度的贫困区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她感觉是很瘦弱的 对 然后身体状况 可能感觉让你觉得不是很好 你说的太对了 开始的时候 我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在想 哎呀 这样是不是太像我了 不像张老师了 她很瘦弱吗 然后她有那么多 真的是摆病缠身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她身上真的有很多病 但是她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然后当我们到她学校看到她的时候 她真的 满盘身 但是当她一拿着她的那个话方 一说起话来 铿锵有力 真的就是特别 责任感 对 就是她内心的那个精神 一直都在支撑她 所以说可能身体可能会有一些 怎么说呢 疾病缠身 但是精神在闪光 我觉得这个太能力了 让我学习到很多 对 就精神上其实也带领着我们去感受她 这样的一种任性在 对 那其实刚才维维姐也说了 她是帮助几千个大山的女娃的命运 那培养了1645名贫困生 走进大学校园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她帮助这么多人能走进大学校园 然后自己一直还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刚才说到又是妈妈 又是老师 这样的一些角色在 我觉得这是一种专注 也是一种热爱 同时也是一种任性 也是一种守护 守护她这些孩子们 就是她白天在女高 然后还会回到儿童之家 那些孤儿们 所以说她就是一种守护 这些孩子我觉得 张老师可能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像不像石头在歌唱 对 这样的感觉 这首歌我喜欢 这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这个人成功 也是 就是像这样的人 我们可能觉得成功是有定义的 你说她成功吗 她可能没有钱 但是她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对 就你会感觉到她自己也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对 因为她帮助别人 对 所以说她是成功的 对 那其实她这种描绘的这种精神 我们刚才说了 不管是热爱也好 还是专注也好 还是这种任性也好 那其实也是我们这样的品牌想传递的 因为刚才维维也说了 我们是国货之光 对 那其实国货之光 现在要传达出去的 也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 我们也把我们能回馈消费者的 带给大家 这也是一种不屈不挠的这样的一个任性 我说的太对了 是的 演完张老师 我是觉得 真的只有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 才能把这个事干下去 是 普通人听到都已经吓到了 对 而且想怎么可能 40年这样去耕耘 我觉得真的是 是的 崇拜 没事 对 就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报道的时候 包括我看到维维姐饰演这个角色 包括有很多角色的原型 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就怎么能够坚持住 就是有些人可能能做10分钟 或者说做一天 但她坚持了那么多年 40分钟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够带来的 我觉得这个展现了一种女性的力量了 这是一种强韧 一种坚韧 那其实我们说维维姐其实在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演艺道路上 包括生活当中 带给我们的也同样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女性的精神 和这样的一些状态 那我想说一下 维维姐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自己的心里 你是想追求什么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 不管是人生也好还是心态也好 状态也好 其实我觉得肯定在更小的时候都是 又要强 又不服输 但是呢 四川人的精神 对 四川人那就是跑过人家 就是绝对是不服输 但是在更小的时候会没那么自信 没那么自信 对 就像我在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 昨天 9月29 他们告诉我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问这个话题 我说看维维姐 你愿意说就好 开了 早就开了 我昨天是我出道16年 哇 屏幕前 屏幕前的小伙伴 真的屏幕前小伙伴打16年好吗 打16年好吗 让维维姐看到 维维姐继续 昨天16年 我昨天还在回忆 真的 那个时候在舞台上 肯定是很有挑战 但是少了一些享受 因为那个时候关注的是 哎呀 有多少灯牌啊 有多少喜欢我的人 对的 没有人为我呐喊 我就会特别的痛苦和难过 然后那个时候 会经常去看一些 网上评论 评论 然后会被影响 会痛苦 其实就是那种好想都是表面的 是 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但是慢慢经历过那个时候 包括后来 我把这些写到歌里 写到谭某某里 是 我是觉得为什么会写 我是在批评我那个时候的自己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 就是又狂妄又自大 但是如果你不经历这个狂妄自大 你怎么知道 那个可能是我们不要的呢 对的 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我年轻时候那种 那种 那种 谁说现在不年轻 十六 十六说的不仅仅是十六年 也是十六岁啊 那行吧 我还未成年是吧 对 未成年 然后所以说到现在 就是像这一次在姐姐的舞台上 哎呀我就更能去享受了 更能把自己就是包开了 就是就像你刚刚问我我愿不愿意 我觉得是百无禁忌说实话有点吹 是 有点对吧 但是您接受它了 对 过去了 都可以 人生一部分 而且在网上有人说 哎你今天那个状态不好 我说对对对 我会对于自己的这个 去调侃自己的很多 不如意也好 也好 不好也好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慢慢的从不服输到不怕输 从相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的心态转变 为那种由内而外的强韧 这就是我的理想状态 哇 其实就是 其实当你有过一些经历之后 带给你的生活状态和你的想法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当时还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对一件事情过于执着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放不下自己 当你放不下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一些心理的情绪 这些情绪一蔓延的情况下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去关注它 或者去进行维护 你就会越来越蔓延 慢慢的你就会变得非常不自信 我们对于 比如说我 对于谭维维这个三个字 觉得太重要了 当你觉得重要的时候 它已经就是完完全全的控制住你了 其实这三个字 它就是三个字 对 没那么重要 包括我们的岁数 也就是三个 也就是一个数字 对 就是当那些东西 你变得不重要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的那种自信 就会散发出来 明白 然后你就可以百无尽机了 你就可以真正的去 做自己 做自己 享受生活 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一种转变 是的 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其实就 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一开始 放开自己 包括现在有些人 仍然还在自己的牢笼当中 放不开自己 对 你知道 您知道之前我看到谭妹妹 听到谭某某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这首歌是有误解的 哎呦 真的误解大了 现在都还有人在说我 没关系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人不可能都是一个完美的人 是 我觉得有人 我觉得那种 所谓的批评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我们的一种鼓励 是的 来吧 骂我 千万不行 对 你看16年都打在屏幕上了 不能骂 对 其实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 事情都有两面性 有一面就是大家 说这些不好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 让我们可以改变 鼓舞我们的一种信息 修复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的 修复自己的一个过程 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韧 由内而外的这样一个强韧 刚才威威姐也说 这是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么今天威威姐带给大家 带来我们的直播间 除了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强韧之外 一定还会有福利上的强韧 我们的福利上的强韧 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 一万份的秒杀活动 一万份 威威姐 威威姐可能手机不在身边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我们有一个划算八点半 划算八点半在我们的屏幕当中 可以看得到那个屏幕上 它里面有几个产品 第一个就是我们两只 1.5升的四抛 两只我们的白纱布 这个四抛 也就是这个四抛 它有两只 在我们的划算八点半 是9块9 现在你看到这个价格 可不是 9块9两只 两只9块9 一会在8点半的时候 点一下刚才我说的划算8点半 还有就是两片我们白纱布的面膜 14块9 现在你看到这个价格不是 14块9两片白纱布的面膜 8点半的时候 8点半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 还有10分钟了 我们刚才看到还有10分钟 不要走 千万不要走 到时候给你唱歌 真的吗 外边可能会不让您唱 我想听 我只能在屏幕前听 我现在现场听 我真的是 没事一会下来直播 我们外边唱 两句不存在吗 两句可以 他们说可以 我们就唱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两只次抛 和两片面膜 因为刚才我们有两只次抛的价格 还有两片面膜的价格 那两只次抛和两片面膜 加一起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 就是19块9 两只次抛 两片面膜 你刚才算的吗 9块9加14块9 二都快钱了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礼包 就是19块9 两只次抛 加两片面膜 这个真的非常划算 所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定要记住 8点半的时候 来抢我们的这个产品 就是这样的 两只次抛 两片面膜 我们的白纱布的 这样的一个系列产品 对 这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一定要记得 成为我们的会员 也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可以演示一下 如何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吗 可以 让我们小朋友 小朋友 粉丝朋友们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成为我们的会员 关注 喂 快点拿我手机关注 多来关注 多来关注 除了这种一万份的礼品之外 可以演示一下吗 再演示了是吧 除了刚才我们带给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8点半的 一万份的福利之外 下一个就是维维姐带给大家的亲笔签名照 刚才维维姐在直播间 在外面经常跟我说 谁要啊 对呀 把要字给我打在屏幕上 让维维姐看到要不要 宝贝们 把要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让维维姐看到 你们到底想不想要 维维姐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 你要不就都给我算了 反正就是他们要不要无所谓了 当然这个我们第一个给大家抽出的是 五位我们的小伙伴 给大家带来的是五张 我们维维姐的亲笔签名照 那当然维维姐在现场也会为我们来签一张 来 来签一张 好 来给到维维姐 那维维姐先帮我们来进行签名 那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在评论区帮我们打出 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几个字 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几个字 让我们看得到 因为一会抽屏幕的时候 是抽打出我们这样口令的小伙伴 我们会随机送出五位小伙伴 好吧 打出我们刚才所说的 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 来维维姐签好了 太快了 要不就 能不能一会送我一张 不行 粉丝要 打出来 刚才有人打药了 现在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打出来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稍稍的延迟 大家都在打 守护大使 但大家打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截屏 好的 是的 那今天维维姐带来的除了一万份之外 还有就是有五张 我们有两波抽奖 所以说大家如果第一波一会儿没有你 你千万别灰心 有五张 然后刚才维维姐把我们签了一张 之后维维姐也会在下边 帮我们把签名都签上 来给到我们屏幕前的你 所以打出 现在都打出来了 白纱布守护大使 维维姐 你说321我卡 准备好了吗 同志们 同志们 准备好了吗 我跟你说我去抢过 没有一次抢到 真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激度人心的时候 我要来点悬念 我 我觉得您特别像某些节目的导演 前面说一堆 对 3 2 1 停 好嘞 来让我看一下 我这只能看到两位 我能不能再抽一瓶 我看到这两位 这两位一个是905 一个是皮皮的耿鬼 这两位还有 太长了 皮皮的耿鬼是锦礼锦礼锦礼 来我们保存一下 是这两位小伙伴 获得我们维维姐的签名照 因为刚才有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我们再抽一波 维维姐 你再喊一个321停 我再截一下 准备好了 再卖关子了 维维姐 3 2 1 停 好嘞 来我说一下 还是锦礼小仙超超超幸运 你真的超幸运 获得了维维姐的签名 还有第二位是爱吃草莓和巧克力的冰淇淋 获得了维维姐签名 然后第三位 这个两位是重复的 训言到下一位 下一位还是重复的 那我再抽一位吗 可以吧 我再抽一位 好 再抽一位 我们这个美颜开的第几度 我们今天没有开 他们说您不用开 您不想开 也没有什么受敛都没有 完全是您镜头衔的 您自己 我都不觉得是我 真的吗 来继续开始刷屏了 来维维姐 你还是喊三二一停 三二一停 好 这位小伙伴 这位小伙伴是魔鬼真可笑 魔鬼真可笑十一 获得了我们维维姐的签名照 这五位小伙伴 那我们稍后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在家客服 留下你的一个联系方式 我们也会尽快把我们的维维姐的签名照送给你送到你的手上 也别把这个签名给弄坏了 送到你的手上 如果这次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千万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有还会有一轮维维姐的签名照送给大家 仍然是五张 还有五个小伙伴有这样的一个名格 那今天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福利 维维姐在我们的直播间带给我们大家的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次抛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次抛 那维维姐来了 一盒是三十支 来维维姐可以帮我拿一下 那我们三十支 送出的是十支 也就是买三十送十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要备注直播两个字 我会再加送五支桩 那在之前维维姐团队也说 维维姐来了能不能横一点 那我们就横一些 还有就是玻尿酸的我们的纸巾 对 所以三百七十九块钱到手 四十五支次抛 但如果你要相信我你买两盒 一买两盒您知道得到的是一盒的量 对 所以买两盒更划算一些 今天维维姐来就得囤 那当然是不是得到的两盒玻尿酸纸巾 如果你拍两个单的话 对吧 会有我们玻尿酸的纸巾送给大家 这是我们次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太阳七楼玻尿酸之巾 死了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个完成之后是不是得送点 不 为了表示对品牌的支持 我必须买 那行 就好了 这真能截屏 您说的话 截屏了 我就是要截屏 是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白纱布的面膜 我们的白纱布面膜是三盒 那三盒是我们十五片对吧 买十五片会送给您十片 来 再来两盒 得到的是五盒装的白纱布 那除了维维姐今天在直播前守护着你 让我们的白纱布面膜 白纱布刺抛守护你 那么备注直播两个字 我们再加送八克的白纱布面霜 这也是刚才维维姐说她一直在用的 是 对 因为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面霜 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来 用就是用 没用就是没用 是的 十二十说吗 四川人就是这样 对 就是非常直接 对 就是用就是好用就是好用 绝对不隐藏着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面霜 那这个面霜是60克 在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你备注直播两个字 我们再会加送就是 哎 三十二克 你得到的92克 这个很滋润 对很滋润 尤其在秋冬季节可以使用它 现在差不多了 是的 马上北方那个暖气一开 对 更需要 夏天的时候可能 就是如果特别北 你可能也能用一下 如果你特别干性肌肤 但如果你是在秋冬季节 在北方真的一定要用到它 能够帮助你守护你的肌肤 同时也能帮助你有一个 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也说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分享到 维维姐参与的我们一些 比如说她自己的一些活动 包括现在等等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精神上 是心态上的一股强韧 那还有的强韧就是皮肤上 对 其实有的时候心态也会影响皮肤 太对了 你心态好的时候皮肤感觉 哎 气色特别好 但如果你觉得 哎 一语 能说不了话 不行不行到此别这么说了 就特别的心态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你越想越不舒服 然后你就皮肤就会容易有敏的状态 对对对 对 是有这样的一种一种反应 所以我们也想了解到 那我们知道维维姐可能 前一天我听说刚刚出差回来 对 那么这种频繁的工作出差等等 这些包括熬夜 那你是怎么保持自己肌肤的 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状态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 我一 很 从小到大 我都是这方面的 现在也小 小白 现在也小 现在也小 对 就这个意思 好意思吗 好意思 就是我在这方面其实都不太上心 但是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包括像我工作的繁忙 是 我特别是 特别容易长痘的 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长 我真的 我已经觉得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 痘上长痘 那种感觉你有吗 有过 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 真的 那个时候你会对生活产生质疑 真的 会 尤其赵金子的感觉 对 你会觉得为什么会一直这样长痘痘 当然你说的很对 心态是会影响的 你可能先想看到这个痘痘 赵金子看到他起来的时候 包括周围泛红的时候 你会想为什么 然后你越想为什么就会越纠结 对 然后痘痘就会越厉害 对 是这样状况 对 所以说后来我觉得肯定由内而外是一方面 是的 但是外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我以前卸妆就是卸的不太好 不太干净 对 然后慢慢的我会觉得化妆卸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化妆卸妆太平凡 是的 所以说需要让我们的肌肤维持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呢 因为一直在忙工作 所以说经常性的需要长期戴妆 熬夜压力这些原因都会让我长痘痘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放弃了 对 真放弃过吗 有这个时候 但是必须要去改变 是 对 你不能让它一直脆弱下去 是 你必须要就像你刚刚说的 给自己一些信念感 除了是心理 还有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 是的 这次我参加姐姐的时候 我身边这些姐姐 她们都好厉害 所以说也跟我说很重要 对 所以说这一次除了在舞台上有一个好的享受以外 在护肤方面 我是觉得我给自己打了一个 强心针 对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一遇到换季的时候 风吹日晒也会容易长痘 对 所以说自己修复好了这段时间 也会开心一些 对 因为你开心了以后 您工作上就会比较更开心一些 如果就特别关注自己的皮肤的状态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照镜子 说到长痘都语无伦次了 不不不 是因为就是有太多想说的 就对这件事 因为自己真的是深有体会 其实我也是 包括我自己现在其实皮肤也在处于一种特别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真的就不愿意出门有的时候 因为也是心态的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工作的原因也需要自己去及时的去进行一些修护或者说一些保护 那其实我们在护肤当中我们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叫预防 就有些东西是可能可以预防的 就是当你他没有到来之前 你可能稍加保护一些 可能就不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但有些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预防了 那在现今阶段当下就及时的保护它 比如说我们可能用 对是这样的一些 那如果到真正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它 如果你不及时的干预 包括像刚才说的痘痘 对 包括我们说的敏这种问题 那也会造成一些 比如说皮肤更加严重的问题 包括还有就是 保湿也很重要 对是的 还有就包括什么 就我比较在意的老啊 等等这些话题 如果你出现更多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 所以说如果出现问题 一定要及时 一定要当下的来进行干预 这样的一些修护 因为这样的话 也会让你的心态会变得比较好 那刚才我们维维姐说到了 其实皮肤会出现这样的 刚才这样的问题 不管是您的痘痘的问题 包括还有敏的问题等等 其实这个阶段 已经是您的皮肤的屏障出现问题了 就它不稳定了 它会有一些波动了 那我们外在表现 就是我们看到的痘痘的问题 可能还要等等一些 因为刚出现的一些细纹 细纹的问题 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 那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态 反向也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等等这些原因 那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用到一些修护肌肤的产品 可能有的时候是光至外边了 就是外表你可能看好了 但是里边还会有这样的残留 所以才会让它一会又出现了 这样等等问题 那平时维维姐在使用产品的时候 都会使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修护类型的产品呢 因为我听说您是一个比较喜欢简单 对 您的性格也是喜欢比较直接简单那种 太繁复了 太繁复了 不喜欢 我不行 我其实喜欢精简有效的这种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平时的护肤的账 我平时 对 喜欢精简有效的 然后日常 除了日常的护肤以外呢 我还会被一些修护 修护 你看吧 四川话有来咯 死 您知道您刚才说那个四川话 在直播间那词不能说 你只能说修护 修护功能的 是的 你看还有我是能能不 刚刚说的是功能 那乐 对 那乐不信 真是可爱 修护功能的护肤品 这是真的 是 比如你们 比如咱们什么 咱们 对 守护大使 对 比如咱们的这个白纱布屏障 四抛 四抛的产品 白纱布面膜就是我的必备 这是我真的在用的 而且现在北京的天气在慢慢的变得有一些干燥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它会有很好很好的一种补充 是的 保护 修护在里面 是的 它会有这样的作用 刚才维维姐分享的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肯定是因为它用过 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 因为这肯定有亲身体会 那其实我们 都是这样的了 那着重 那我们这个产品也看到了 是年度超级单品 对 润白银的这样的一个品状刺泡 白纱布的这样的一个刺泡 太方便了 你随时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在坐飞机 对吧 你也不可能 拿着一大管 平平挂挂的这些 随时都可以去 对 非常方便携带 而且每一支都是鲜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保护在里面 让你用到的产品都是新鲜的 随时都可以是新鲜的 那很多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成分 比如大家使过像这种就是修护的类型的B5 油橄榄现在比较有名的这样的成分 那很多人可能使用起来觉得 为什么他用的特别好 我用的用不好呢 肯定会有这样的原因在 那也许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跟您自己的皮肤的问题和别人不太一样 那有些成分它只能解决一条道 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屏障的这样的一个刺抛 白纱布的刺抛 我们用到的是我们四重屏障的修护能力 比如有些产品可能只解决你这个角质外边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有些呢可能给你解决的是你防御力的屏障 而润白岩的白纱布的刺抛是从四重角度 从里边到中间到外边到最外边 给你形成了一个多层的保护的作用 那从里边呢我们叫做是防御力屏障 我们用到的就刚才说的积雪草 还有一颗多阴帮你做到一个 让你的这种就是防御力会比较好一些 更好的抵抗外面的侵袭 就让自己更有韧性 从里边有韧性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传导屏障 我们叫做CB2Skin 维维姐你打开这支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是不是有一种草本植物的味道 草本植物很自然 这个味道我们叫做广活生液提取物 其实我们叫做就CB2Skin 可以挤在手上感受一下 那它是可以安抚我们的 每天还有面膜和面霜 那这款产品其实就是 这个成分解决的是我们的传导频道 就是从里边把你这个情绪不好的小开关 给你关上了 那我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轴嘛 就是反正我会坚持用一个 然后我除了这个 我还涂这个面霜 这个步骤对吗 对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因为这个刺泡其实当做精华来用 然后你再用面霜 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护肤步骤 对也不反复 精华面霜这样的一个护肤步骤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多种的 对的 好水 你可以感到到 多种的玻尿酸 因为它里面会有我们多种的玻尿酸 我们智慧的这样的一种成分 再加上五重的神经鲜案 帮助你在外边又补水又锁住了 这个味道大家买了之后 安心 对 哎呀 就是 你看你 这默契我跟你说 真的这不是一般 我 那个 它会让你 对 很稳定 对 就让你心情很稳定 感觉很治愈 对 我没有吹牛 哎呀 何必呢 吹牛 维维姐不是这样的人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外层的这个 微生态品账 我们用到的乳酸杆菌 那其实就是让你外层又形成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所以说从里到外来解决你肌肤 哎 这样的一些问题 让你肌肤更有韧性 我们也是增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质配的玻尿酸 应非质配玻尿酸 那除了保湿之外 还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 嗯 维维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平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在用在脸上 嗯 因为我的脸特别容易干嘛 嗯 所以说 其实用了它之后很润 还有 会闷吗 不会 不会闷 对 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容易再长 不会 如果比如说你觉得那个 我觉得 比如说有人觉得会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单独使用这个 不要双重 如果当你比如说 在比较干燥的时候 需要去保湿的时候 你可以双重 比如说到藏区 这样的地方 更干燥的地方 日晒 包括风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 是的 都可以再着重的保护一下 再着重 如果你觉得 哎 它是不是太过于营养的时候 你可以 是的 涂一个 哎 那刚才 不好意思 刚才维维姐打开这只 有些人可能 因为每一次有的人使一只 有的人可能就使半只 那如果你是半只 盖回去 割冰箱 我太笨了 每一次 你不会都给我们肉了 我每一次拍拍拍很久 要把它再涂上去 对可以盖回去 这样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是可以扣回去的 你可以拧开 然后再扣回去 千斤难买早知道 死嘞 对那今天这款产品 我们叫做白纱布的 这样的一个刺拋 刚才我们再次重复一下 我们今天的机制 那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 成为我们的会员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 可以小栗里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 如何成为我们的会员 如何成为我们的粉丝 可以放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 在下方 那这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白纱布的刺拋 30只 30只 只只鲜活 每只是1.5毫升 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是379块钱 我们买一盒30只 再赠送你10只 两个五只装 然后你备注了直播两个字 今天微微姐再给你五只 所以你得到的是半盒的量 然后今天微微姐 是吧 再来了一盒玻尿酸的纸巾 那这个纸巾是80抽一盒 所以379块钱到手的45只刺拋 和一盒我们的玻尿酸纸巾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 其实你看这个赠送的 真的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你不一定马上要去让他去买 我觉得要体验 一定要体验 你可以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体验一下 真的是有作用 你一定会坚持成为他的真的用户的 你会因为谭维维爱上润白岩 你也会因为润白岩更爱谭维维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 因为刚才微微姐分享 其实您知道润白岩这个品牌 在之前其实没有做太多的广告 成为国货之光 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行为 也是希望我们的消费者是口碑相传 你用的好 我介绍给别人再用 那真的是一种分享的精神 除了有专注 除了有热爱 除了有韧性 还有分享 所以让更多的人会爱坦内维 也让更多人去爱我们的润白岩 这样的一个产品 都不好意思了 对 你看这也是我们有真人的实测 它会对肌肤会有一定的改善 使完了一个周期 28天之后皮肤会有一些改善 包括红啊 包括还有一些掉皮啊等等 干的这些问题等等这些 会烈有的时候 尤其在秋冬季节 这样的问题会比较严重一些 所以一定要记得赶紧下单 在我们的 我们的应该叫小 能叫小黄车吗 不得不得 对 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 可以赶紧下单我们这款产品 那除了我们的刺抛精华之外 其实如果你想要想 紧急的修护皮肤的一些状态 您会用到什么 紧急修护啊 您先喝一口咱们在一边响一边喝 喝玻尿酸水 玻尿酸水洋气波 我今天真的是长了见识 玻尿酸脂和玻尿酸水 哎呦天呐我喝一口 喝一口 等维尾姐喝完了我们再说 对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刺抛 我们可以当做精华来用这款产品 那另外还有一款同系列的产品 也就是其实我们在我们叫做是密集的这样的一些修护 是周期护理用到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一周可以用到两到三次 就是面膜类型的产品 我们叫做白纱布的面膜 那为什么叫白纱布面膜您知道吗 你跟我讲解一下 因为刚才我也跟维维姐分享过 我们这个产品可以给我一片吗 让维维姐可以打开感受一下 我一边说的时候 因为这个白纱布的面膜 我们叫白纱布 是因为它的膜布 维维姐您可以不要滴液 要滴到您身上就不太好了 咱慢慢来 对这里面这个白纱布 这感觉就是我们去到这个hospital 我也不知道这个一能不能说 我只能说一点英文 hospital的时候用到这些 比如说磕磕碰碰的 我们去用到这个就是修我们的小伤的口的时候 用到的这个白纱布的感觉 除了味道上有 你看到这个膜布也会给你一种安心 它像去了hospital一样 对 来可以展现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了 你看它有一小恐怖 里面是白纱布 是的 它有这样的一个膜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纱布本身就很绵绵 是的 那其实当我们比如说工作不稳定 维维姐您就不要 咱们不要老举着 累啊累 累不累 我看您累没别的 然后呢你会感觉到 那不不要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里面的精华液 精华液非常的充足 而且这里面有 这里面还有 我们可以把它附在 拍在上面还可以附在 是的 对 来给到您这边 然后其实 不要浪费了 是 那里边除了有我们的这个 白纱布的这个膜布之外 里面还有积雪草的成分 我们把积雪草搁进了我们的膜布当中 您知道很多人肌肤有敏的问题 他在使用面膜的时候 他容易敏 是因为膜布 嗯 这个我不知道 对 所以说他除了我们白纱布的这样的一个修护之外 他也加入了积雪草的成分 能够更好的修护出你的肌肤 来维维姐可以擦一下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情况下 它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肌肤 同时让你有一个安心的感觉 对 它也是通过我们四重屏障 来帮助我们进行肌肤的这样的一个修护 我的化妆师不止一次的 推荐这个 对 那其实在化妆之前 或者在您卸妆之后 对 对 加上四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方式 我在陆姐姐的时候 早上一片 晚上一片 哇 我都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劳过 但是确实有很大的改善 是的 因为那段时间您可能状态需要一直保持特别好 那不是说了吗 真的就是没有成女人 只有男女人 是的 修护之后会感觉到肌肤的状态会变得非常好 那其实我们白纱布还会有一些使用的方式 包括面膜跟刺抛 你有面膜跟刺抛一起来用过吗 有 先用只刺抛 然后再敷面膜 这个步骤 有这样的步骤 我是用了面膜之后 再用刺抛 可以吗 也可以 也没有问题 我以为我有错了 因为有的人说它是一种三明治的方式 就先用半折刺抛 再用面膜 再用刺抛 我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是不是把那个很精华的部分 用面膜把它锁 然后再用这个外边的这层 就是精华布的部分 把它给再次丰润起来 然后你再用面霜 笑我特别棒 对不起啊 伙伴们 我这一下就成为那个不好的示范了 但是之后 我也可以这么用一下 然后包括 其实像这样的一种 面膜的这种保护的方式 其实特别像什么 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包括肌肤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像一杯凉茶 让你肌肤有一种 这种修护的力量和修护的感觉 当你接下面膜的那一刻 看到肌肤的状态 又恢复如初的时候 你这个心态都是好的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按摩 或者让它吸收 不要洗 我是没有洗掉的 其实这点我都没准备说 但是维维姐提醒我了 是的 我们的面膜不需要清洗 大家不要觉得 比如说会蹭到枕头上 真的没有问题的 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面膜不需要清洗 因为里面不会添加那种传统的 这种防腐的成分 它会比较安全一些 残留之后 你就按摩吸收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特别黏腻 你就觉得特别呼的话 那你也可以洗掉 也没有问题 等会洗 因为我们的玻尿酸 只轻轻 轻轻把它 这个带货能力 我觉得可能特别强 对 今天把我们四双化沾一哈 沾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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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嘞 对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保护的方式 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更好 对 那在这个面膜之后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面霜一类的产品 我也在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我们这款面膜的机制 因为维维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首先第一个 你要去领优惠券 领完优惠券 是维维姐专属优惠券 我们今天是15片 也就是三盒妆 会再送给你10片妆 到手是25片 279块钱直播价 一定要记得备注直播两个字 两个字之后 再给你8克的我们的面霜 8克面霜送给大家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 一共是279块钱 真的非常划算 你们自己算了吗 对 你们如果没有这个面霜 你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你就知道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是的 然后你再买 对 你可以先去试一下 然后你再去购买其他的产品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每次都会给一个小样 给到大家 让大家去尝试一下 对 那还有就是除了我们正常 这些呼呼步骤 我们知道北京线特别干 非常干燥 因为就是虽然北京的这个 秋天比较短暂 但是来的非常猛烈 对 就感觉到面部有一些 就是怎么就觉得不舒服 有点干干粥粥的 气皮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一款产品 我觉得可以帮助你 及时的封闭保湿起来 维维姐会使用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帮助我们介绍一下 它 什么样的产品 它是一个冰淇淋霜的质地 冰淇淋霜 我们要展示一下 维维姐可以 其实我不是 跟论漫年这次 我们去梁山 就是拍的那个片子 有用它 有用它 来 维维姐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 在自己的肌肤上 它是冰淇淋霜 可以稍微举一下 那里镜头 可以看一下 冰淇淋质地的这样一款产品 那其实这太专业了 离镜头这么近 太好了太好了 很舒服 是的 然后在手心 用手掌的温度 可以轻微的化开 当然我们是在这里展示 然后你不会要按压在脸上的时候 你如果手心 按压在脸上 它就会很快的牺牲 我觉得这个直播 可能以后不需要我了 维维姐可以自己来完成 整场直播 是 您这款面霜其实是 坐下 其实用在我们的这个精华之后 或者您敷完面膜之后 用完了磁泡之后 再用到它 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风包 刚才我们说到 是可以帮助我们 做到一个肌肤的这样一个改善 这也是我们正式实测的 改善一些我们肌肤 有红的问题 包括让你肌肤更加的水润 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实测的 包括刚才我们的面膜 也是会得到这样的一些改善 让你肌肤更加的健康 除了心理健康 皮肤也一定要健康 对 那这款面霜刚才维维姐说到了 可以用这种 对 物热物热 然后按压在你的肌肤上 有些产品 你千万别使劲的搓脸 对对对 越搓蚀多了 垮 然后垮 然后还有就是容易 容易红这样的问题 所以还是按压在我们的肌肤上 你可以摸一下 真的吗 你摸吗 是不是很软 软糯柔 软糯我倒没有体验到 但是是真的很润 对是非常的润 有这样的感受 那其实我们这款产品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也是维维姐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 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机制 是拍一盒60克 也就是我们这个正装 它正装是60克 刚才维维姐给大家试用过了 那在直播间的专享价 一定要记住去我们领优惠券 专享优惠券 拍一盒60克 我们再送32克 得到的是92克 92克 所以大家今天维维姐在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 赶紧去试用一下 真的你先去试用 对 你要对分享给你收编的朋友 然后把它 妈妈 对妈妈 是的 送给他们什么冬日里的关怀 对 关怀他们的肌肤 对不对 要不然真的 那个寒风烈真的要起皮的 对的对的 我觉得真的 以后维维姐常来我们直播间 跟维维姐直播一种享受 而且维维姐跟我们分享出来的真的是 哎呀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刚才维维姐非常感兴趣 也是我们今天一个 就是小游戏和经典的游戏环节 也会给我们 屏幕前的你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 打口令 修护实力派 是我们的游戏环节 抓 刺 抛 来看一眼 看一眼 看到了没有 我面前的这些刺抛 一会儿维维姐会抓给你 然后我们数一下 到底多少只啊 会给大家带来多少只 所以现在 给我打出 修护实力派几个字 打出修护实力派几个字 然后我先抽一位 抽一位 这话不好说啊 先去看谁有机会获得这个 修护实力派这几个字 五个字哈 修护实力派 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一位 是谁有机会获得他 然后维维姐再帮我们抓 好 我们来看一眼 我们今天给第一位多少只 好 维维姐咱们第一个抓能不能 你是想双手抓呢 还是单手 送福利必须是双手啊 一会儿没有了 你们得同性看啊 对一会儿维维姐这个 一抓 可以捧 今天您充分 可以捧 太好了 可以捧 修护实力派 修护实力派 准备开始了 来 大家先来 来维维姐你喊三二一停 我来抽第一个 三 二 一 停了 停 好嘞 来我们看呀 第一位是我今天幸运 就是你给的 你给的了 这句话 这是她的名字 她今天的幸运 就是你给她的 这是第一位 我们的小伙伴哈 第一位小伙伴 你非常幸运的 我也不知道 你能获得多少只 让维维姐抓给你 来捧一下 来 我给您捧 来您抓 真的是双手 姐姐 还有两轮呢 哎呀 好 来您放到 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这都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还不给他们 我们小伙伴 可以帮我们数一下吗 一会儿 我们现场不数了 这第一撮 是送给我们刚才 第一位小伙伴的 第一位小伙伴的 你看都在线开了 那您这一把 真的挺多的 明天联系我们的客服 留下您的幸运方式 留下您的连续 方式也是您的幸运的联系方式 因为 润白眼大气 是的 来 我们还有两位的名额 你先拆吧 你拆 来 维维姐 再喊三二一停 再来抽一位 来 三二一停 好 好 这位小伙伴是 这么幸运呀 二二三三 这么幸运呀 二二三三 这位小伙伴 如果你在的话 也可以在直播间 给我打一个再字 让我们看到你 这位小伙伴也获得了 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 我们的小伙伴 先在掰我们的四包 妹妹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来 维维姐 第二轮开始了 第二轮开始了 辛苦您了 辛苦您了 来 跟他们谋福利吗 再一波 再一波 看到了 看到了 来维维姐 你可以帮我们搁到旁边 对三波得分开 我们小时候里 到时候再会给大家数一下 到底有多少只 来感谢维维姐 维维姐可以稍微做一下 恭喜刚才获得我们 第二轮抽刺抛的 抓刺抛的 这样的一个名额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成为我们的粉丝 快点关注吧 关注吧 是的 你接着撕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小伙伴 我们现在小时候里在马不停蹄的 在撕撕抛 因为维维姐这个手真的是抓的特别多 还有一位 维维姐 再辛苦一下 喊一下321 我来看下一位是谁 321 好 这位小伙伴叫做爱做千层蛋糕 却不敢多吃 那不是我吗 对 我不爱做 爱做千层蛋糕也不敢多吃 这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今天第三位 这样的一个名额 还是辛苦维维姐 不行 来我把这些给您往这边一下 这是他的 是的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 第一位的 斯蒂 来 这是第二位 斯蒂 爱做千层蛋糕 不敢吃 哎呀 哎呀 来您在哥的旁边到时候 天哪 润白言大气 这个频道我真的不太知道 这可能得送出巧底盒 对 大气 大气 非常大气 来感谢我们的小朱里 刚才这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非常感谢我们以上三位小伙伴 也非常辛苦维维姐 给大家抽出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真的是好几盒的这样的一个次抛 粉丝就要宠 对 粉丝就要宠 来守护大家身边我们的产品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次抛的这样的一个精华产品 这个产品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机制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那今天这个产品是379块钱 到手是45支 也就是拍一盒30支 再送给你15支 但是你一定要备注直播两个字 那维维姐今天还会再给你的就是 玻尿酸的纸巾一盒 纸巾一盒 好吧 还有这样的一个礼品给到大家 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面膜的产品 也一定要备注直播 是15片 也就是三盒装 再赠送给你两盒 也就是25片 备注直播之后 面霜小样8克给到大家 一共是279块钱 真的非常值了 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 另外就是我们的面霜 那这个面霜是60克 那60克的面霜 我们今天再送给你8克的小样4个 得到的是32克的小样 一共是92克给到大家 送的都是温暖 送的都是温暖 当然 因为维维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今天还有另外的 刚才说了 除了有我们的1万个我们的粉丝福利之外 还有就是维维姐的亲笔签名照 那刚才送过一轮了 接下来还有一轮 所以说看看谁非常幸运 在我们的直播间 你还是打出我们的口令 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 白纱布系列的守护大使 可以得到维维姐的签名照 打出白纱布系列的守护大使 可以现在刷起来了 我们看刷的量比较多 维维姐喊321停 赶紧去 他们还在打之前的那个 对 那个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 来打出这几个字 白纱布系列守护大使 现在已经过了8点半了 刚才8点半有一个8点半的 划算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 都过了 是的 你们可以 刚才咱们聊的太嗨了 忘了说这件事了 大家可以去划算8点半 看一下我们这几个产品 两只刺抛 还有两片面膜 两只刺抛和两片面膜 都会有不同的优惠的价格 好 现在有人刷下来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截屏了 维维姐再辛苦一下 喊321停 321停 我这个屏幕只能看到一个人 我可能还要再抽几次 这位是樱桃 樱桃不是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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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这个绕口律不会念了 66666 获得了我们第一个 维维姐的金币签名照 来 接下来我们再抽几位 维维姐可以喊321停 321停 好嘞 321停 然后还有就是剁手也借不掉买 不念了 获得了 还有另外就是花君也获得了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成理想 也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维维姐的金币签名照 还有一位 因为刚才 因为是五位 维维姐再稍微辛苦一下 给我们喊321停 321停 好嘞 这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 过去了 我没看到 应该是我们什么幸运的小宝妈 来获得了我们这个维维姐的最后一张 我们的金币签名照 今天维维姐的10个金币签名照 已经送给大家了 那今天我们其实直播 今天是从8点钟 一直到9点钟的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不够 因为我觉得维维姐真的能分享非常多 她心里的这样的感受 不管是 因为还想维维唱首歌呢 但是也没办法了 唱两句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哇塞 现场 唱歌 眼泪要掉下来了 没有 那今天其实我们是实力派的歌手 和我们修护实力派的这样一个品牌 润白岩强强联合 所以非常感谢维维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分享她心理上的 性格上的 包括她参演的一些节目上的 这样的一些强韧坚韧 包括她自己的一些热爱和专注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品牌 想要传递给大家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一个小时 已经到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马上结束了 也非常开心 今天能跟维维姐一起聊这么多 不管是生活上的 还是护肤上的 还是心态上的 我们期待下一次在直播间 能够再请我们的守护大使维维姐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维维姐可以跟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 说一声再见了 谢谢盛盛老师 谢谢大家再见 希望大家真的用心的去对待自己的肌肤 是的 拜拜咯 小伙伴们 感谢大家